大家好,我是喜欢穿汉服的袁佩佩 今天下雨天我想在家试穿一下宋志的一些衣服 因为这周日有同袍聚会 所以我想穿一下自己的衣服 周末穿哪一套出去好 这个是一个发肌,还有一个长发的造型 我这一套是红色的长衫 它因为长到脚踝,所以可以将被子 然后加一个一片式的白褶裙 这个是这样的 因为一个人有点难拍 可以说是一件蛮白,就是可以出去活动的 就没有什么负担的一套衣服 也蛮凉快的,很适合夏天 等一下我就会换几套 或者换外衫给大家看看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看下去哦 我换好了,这是第二套 这个就是长衫跟短衫的搭配方法 它可以跌穿 可以层层跌穿 一个瘦膜,加一个短衫 再加一个产衫这样 加一个一片式褶裙 整套效果看起来还不错 蛮大的 接下来看一下侧面 一个人真的有点难拍 你可以脱下来 这是对筋短衫 也可以解开鸡带 也可以解开鸡带 就是短衫送制的搭配 它呢就是两件长衫叠穿的送制衣服 外面是蓝色 然后里面是一件粉色 叠穿 这样看起来也不错 换一种颜色就好像换一种风格 蛮好看 送制很显瘦 叠穿的时候啊 它走路的时候 群一个会飘 就是看起来更飘逸的感觉 因为它会层层叠叠叠的 走路的时候随着摆动 以上就是我给大家展示的 送制的一些搭配方法 希望大家有给我点赞关注 有希望我要介绍 或者穿搭更多的汉服换服的话 可以留言给我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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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